大家好, 我是Data 今天要介紹就是皇庭廣場虎一樓的合馬先生 以前合馬先生開在比較遠的地方 而現在皇庭廣場這一間就方便很多 亦都是皇庭廣場最有人氣的店舖 合馬先生是阿里巴巴所設計的新零售模式 就是新鮮的食品超市加餐飲加電箱加物流配送 合馬的實體店其實是一間超級市場 主要是提供新鮮的蔬菜, 水果, 海鮮等 採用少量多次進貨的方式, 確保產品品質和新鮮度 因為所有產品都有專屬的條碼 可以隨時隨地掌握到倉存情況, 進行無縫調貨或補貨 阿里巴巴科技實力無用置疑 應用在超級市場的物流系統, 卓卓有餘 新鮮運到的海鮮最值錢, 因為合馬補貨得意 所以海鮮可以做到又便宜又新鮮 就如影片所見, 海鮮的確幾生猛 大家都幾喜歡這個模式 很多中國人都好喜歡食小龍蝦, 合馬每天都不斷補貨 一上架, 大家就瘋狂去唱 比起其他海鮮受歡迎很多, 場面好熱鬧 合馬的俄羅斯皇帝蟹, 全部都是產自俄羅斯的深寒海域 每天新鮮運動, 它只選大約4公斤左右的皇帝蟹 確保有最佳的後感 不過這麼大隻皇帝蟹, 如果它快起狂, 都有一定的攻擊性 另外合馬是有產品保質期內, 無條件退貨的承諾 除了傳統超級市場功能之外, 實體點亦提供了即煮即食的餐飲服務 亦是合馬一大賣點 大家買完海鮮後, 可以付加工費 之後就立即煮熟海鮮, 可以馬上吃 其實我不欣賞這種做法, 現場所見的餐廳一片混亂 座位的環境不理想, 地方好迫結, 桌子好細 根本不夠地方放食物, 而且找位好困難 合馬內人來人往, 小朋友又多 大家拿著剛剛煮熟的海鮮走走, 相當危險 而且流水在業式加工, 煮出來的海鮮會有多好食呢 我是好懷疑 合馬付錢比較麻煩, 先安裝合馬APP 成為會員, 再在這些自動結算機數碼付錢 為何要安裝合馬APP, 因為數據是很值錢的東西 你成為會員後, 你的消費數據就是消費喜好 合馬可以對證下約, 向你傾銷 亦可以分析不同人群的消費模式 進而找出最佳優勢策略 其實自動結算機支持刷簾付錢, 但我見不到有人用 另外膠袋需要收錢, 由2號支起 作為阿里巴巴的親生子, 合馬當然有網購服務 合馬保證3公里範圍內, 30分鐘送到 其實用戶落單10分鐘後, 打包好 然後用20分鐘實現3公里送貨 實體店是一間收入市場, 又是網購貨倉 等於合馬在大城市內, 有很多小型貨倉 支援整個城市網購生意, 提供又快又新鮮的產品 合馬現在網上訂單佔了5成至7成 會員每個月平均購入4.5次, 一年購入50次 可以說得上已經成為一種購買的習慣 引用阿里足跡團隊所講, 合馬先生利用互聯網技術 包括大數據, 移動互聯網, 智能物聯網及自動化等技術 實現人, 課, 場, 三者最佳匹配, 達至倉配自動一體法 大幅提高物流效率 大家見到, 合馬先生將高科技應用在每一個環節上 可以減少成本, 增加使用率, 尋找最佳方案, 賺取最大利潤 傳統超市難以匹敵, 你要跟它抗衡, 就要擁有它的高科技 試問誰有這樣的能力 如果你覺得大財團地產霸權是一隻獅子老虎 阿里巴巴, 騰訊這些科技霸權 就是一隻可以摧毀一切的過市賴 後話, 騰馬先生正研究開設第一間機械人超級市場 最後, 如果大家覺得這段片是有用的 麻煩大家幫手點讚,留言及Share給朋友,多謝各位